变态男为了驯服女神主动现身 他竟要控制女人跟他接吻 随着变态男站起身来 女人如同傀儡被操纵着亲上了对方 原来变态男竟拥有提线木偶的超能力 可即便他得到了女神的肉体 却无法得到女神的心 看着还不断说着要杀了自己的女神 变态男愤怒下直接操控对方拿起酒杯 紧接着将酒杯狠狠砸破 既然女神命死不从 那么变成尸体也一样能用 眼看酒杯里自己的脖子越来越紧 女神害怕的不断求饶 但变态男却没有停下的意思 终于在脖子流出鲜血后女神屈服了 见状变态男才操控女神将酒杯拿开 可就在变态男折磨女神一晚 兴奋地跳着舞时 两位不速之客到来了 是克莱尔带着他养母来救自己的亲妈 知道变态男的恐怖 克莱尔让养母先假装买东西吸引变态男 而他则偷偷潜入救出亲妈 不料开门时却发出了巨大声响 一瞬间变态男立马警告 此时知道女儿已经得省 养母连忙想要跑路 可却直接被变态男用能力控制住 这下玩犊子了 另一边克莱尔还没来得及救出亲妈 变态男就已经抓着他的养母出现在他面前 见状克莱尔连忙想要开枪 不料却直接被对方控制 被操控着用掉了只有一发子弹的太子强 看着刚好凑够打麻将的三人 变态男决定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 枪中只有一颗子弹 只要有一人死去游戏才会结束 而剩下的两人才能继续伺候他 克莱尔就变成了第一个开枪的人 可一边是将自己养大的养母 一边是生下自己的亲妈 即便只是六分之一的死亡概率 他却怎么也下不去水 看着迟迟无法下手的克莱尔 变态男决定帮他一把 随着变态男扣动扳机 克莱尔对着亲妈开枪啊 但好在没有子弹射出 没人死去让变态男有些不满 而接下来轮到养母转动手枪 幸运的是枪口指向了克莱尔 因为克莱尔拥有不死之身 即便被子弹击中也没事 但对自己的女儿开枪 是一个母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可不这么做他们都得死在这 无奈养母还是开枪了 看着倒在地上死去的克莱尔 变态男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门 不料没等他得意就被打赢过去 竟是本该死去的克莱尔